曾经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出现过一波热络的移民潮 当中许多父母因为无法接受 填鸭式的升学制度 选择到教育自由化的国家 培育下一代 这群远走他乡的父母们 个个都经历过一段 心酸的移民史 有些孩子顺利成才 而适应不良 进退两难的孩子也很多 这样的故事没有结束过 还在继续发生 是非对错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圣物 他们都有着无比的任性 为向往的未来勇于改变 顶着过人的耐力 度过那段煎熬的时期 克服困境生存下来的人 各个都有道不敬的生命故事 令人折服 我有深深这个感觉 我每一个改变 就是有个因缘来 我就是顺着这个因缘走下去 我既然决定了 我就要去做 至于成功不成功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我们的能力不够 但是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 就是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没有什么遗憾的 十月 美国洛杉矶的早晨 已经艳阳高照 炫白的让人睁不开眼 在South Elmont四季的 艾满地门诊中心 每天都有固定的中医门诊 移居美国22年的 陈兴公医师 是中医部的主任 他来自台湾的美农 美国不是他第一个移居地 更早之前 他曾在阿根廷住过11年 认识慈记 是到了美国才开始的缘分 跟实际的结缘 刚开始是淡淡的 后来就是慢慢地越来越浓 就是一个先锋学医师 他把我拉进来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刚开始是不太了解 然后慢慢了解 真的真的是跟我个性 跟我的想法都是很契合 就是如以得水的就这样 带过阿根廷的他 能说着流利的西班牙语 和墨艺的病患 完全沟通无碍 在美国这种针灸中医的东西 他们都很多 都越来越多人喜欢接受 就是这样 其实白人也是 我不是说西医不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 吃西药吃多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副作用 什么东西 或对他们的干 什么东西肠胃不好 他想要找一个自然疗法的东西 那中医是一个 真的是可以满足他们这个需要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而且真的是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他 所以他们接受都很难接受 OK OK 阿姨答应 OK 阿姨答应 我放一个纸箱子 这个纸箱子 我都事先绳子都弄好了 但是保存实际 我就放下去 当它放满了 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就放满 回收纸巾 塑胶 自制枕料衣 在天天带回去清洗 习服爱物重环保 处处都有他的用心 陈医师 真的我对他是相当大的一个敬佩 他不是辞成 他也不是违约 他事实上 他是从不同的道场进来 可是他进来之后 他领受到上人给他的法 然后再把上人的法 上人的教会 放在日常生活中 他不会给人家讨论 OK 他很会去听 他虽然是中医师 可是我们在做医疗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去倾听病人的需求 他有这个耐心 一个好消息就是 我从来没有过 哪怕是站短站的那一刹那 就是有知觉 诊完了那天晚上 我不知道几点 可能是半夜 我睡了一觉以后醒来吧 我这个手呢 就是一点没有这种痛的感觉 和胀的感觉 就跟正常的一样 因为那一刹我好高兴 两年将近三个月 我第一次有这么短暂的 就是这个手有解放的感觉 就是你给我震完了那一次 来自中国天津的他 来这之前从不认识慈记 去发现陈医师看病 不会留一手 总希望能一次就做彻底 后来上网一查 才知道这原来就是慈记精神 是慈记对待人的态度 这个手是木的 没有知觉的 从来就是里边是烫的 外边是木的的 水烫和蒸囊都没有感觉的 那第一天回家里 晚上我就有感觉了 就觉得这是恢复了 当他知道 可以用便宜的费用看诊 是慈记募集各方爱心所得时 他说等到手好一些 能工作了 第一份薪水 一定要捐给慈记 这位妈妈的儿子 几年前因为肢体麻痹 无法行走而来看诊 陈医师注意到了 他有轻生的念头 除了每次看诊 不断开导之外 还找师兄师姐协助关怀 现在 儿子渡过难关 还重回职场了 他可以自己 我们是做病 是我们做妈妈的人 因为我说 你也是我们的力 可以更健康 这个做妈妈的很伟大 他去滑雪 从滑雪的山上掉下来 半年以后 他就从这个脚开始痛痛痛 美国的医生 没有办法医他的病 全身痛 痛是送食级的 实际来 我先跟陈医生讲 我说我儿子自杀三次了 请你救救他 他都说好 所以陈医生对他很好 一直鼓励他 帮他针灸以后 慢慢有好转了 我儿子有信心 我儿子回来都跟我讲 妈妈陈医生对他很好 鼓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批就不怕了 每个礼拜去两次 因为我们是做治疗 医疗 我们要感恩就是 其实我们也很感恩病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都会说 谢谢 以前我都 以前病人说 Thank you 我说 Well you welcome 后来我又 Thank you 这个就是一个改变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 病人也是 让我们可以成就一件事情 我是感恩他这一点 上人想感恩感恩 真的是有道理 他成就了我 对不对 这一点真的是 很打动我的信仰 医师的一句话 往往胜过一点 另来妙摇 因为我们要打包 要一整的嘛 那些那些器材啊 我们要打包了 所以要看看确定 所有东西都可以上去 要到时候就 往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2011年10月 大型疫诊前四天 前置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医疗法在西方社会 逐渐被认可 无疑也替华人 在这一方土地上 开辟出一条静止的道路 让东西方 能更快速地接触彼此 所以 中医在大型疫诊里 是绝对不能缺席的 不过这一回 中医要准备的东西 比较多 空旷的场地里 要设置出中医诊间的支架 与隔间布棚 陈医师和师兄们 正合力准备中 这攻势又多又难 预先准备的环扣还是不够 找出替代品使用 又容易把帆布给扯破 眼看着没有环扣 工作只能停摆 赶紧再去找 我们现在比较赶的就是 那个隔间 隔那个塑胶布 因为第一次用 要打洞啊 然后要找那个 找那个材料 第一次我们找的材料 结果不行 会把那个塑胶布弄破 那总算找到一个 没有全程参与前置 就无法理解准备工作的繁琐 一次大一诊 仿佛就像一个诊间的大搬家 提到搬家 这可是陈医师 很有经验的事了 原本在台湾的 高雄化工厂工作 为了让孩子 没有压力地求学 1978年 全家移民阿根廷 他乡谋生 并不容易 从一个做管理工作的文人 开始经营农场 种植蔬菜 开杂货店 旅行社还敷过豆芽 他自嘲地说 赚钱的事他不在行 但是为了孩子 不能游移 不能退缩 只能全力拼斗 几年后 看到朋友的孩子 大学毕业 还无法在阿根廷顺利工作 于是他又再度搬家 来到美国 一切重来 对于圣人所说 脚踩 他人的土地 就要能融入 他人的国家社会 这种心情 他很能体会 移民是一把心酸锐 真的是这样 除非你带了祭款来到那边 要不然的话 你来这边 你来到一个新的国度里面 是很辛苦的 你一切从头开始 然后语言方面你要克服 环境方面你要克服 很多事情你要去做 而且外来的压力 尤其是美国 这个地方花费也高 压力非常大 但是就是要有一个决心 不管你在自己国家里面 你是大写教授 不管你是什么 来到这边 大家一定平等 从头开始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自己 今生独一无二的创作 既已决定 也已走过 就不必平平回首 奥会当初 如果能做不同的选择 妈妈以前很喜欢这样做 我喜欢妈妈的味道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阿弥陵 我本来要去开那个餐厅的 开外面的 外面店 然后我自己去学 我会炒菜 想都不会想说 我有一定会学这些东西 人生就是嘛 你要去 我们的适应环境 对不对 环境你就要去适应了 要不然你就坐以待毙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很能够适应的 尤其是我们的客家人 对 其实深深的体会 就是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 没有保险 我们十几年的时间 家里都没有保险 但是很担心家里会有 例如要生病 我妈妈、家里的孩子 都是很担心的 所以也是菩萨保佑 我们就这样过了 因为单子是我在挑 那个时候孩子都很小 赶快要怎么样来找工作做 然后维持家里的境区 45岁我才开始来正式 再回去学校读书 所以来美国 因为我读书 家里三个孩子 一个老妈 然后我太太 当然要读书 读书又要工作 其实就尽量利用时间 我以前 我做过很多工作 做过检草 做过什么东西都有 我去做过沙拉米 所以是跳蚤市场 在看我的摊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觉得是我读书的时候 没有客人 我就看读书 然后因为我要出去 都要开很远 那路上我就 那个 那个 那个子写好 就一名开车 一名背我的穴位 你看我一头白发是 是美国压出来的 来美国 还没考上中医执照 开业前 园丁 庭院施工 修房子 装修水电 还到跳蚤市场摆摊位 45岁才开始在美国读书 外家工作 绝非容易之事 结束自己经营十多年的中医诊所 到刺激服务 如今才真正是他在感受 岁月静好 平时安逝的人生阶段 为了维持疫诊秩序 并且掌握人数 在日证当中的广场上 正在分发三天后 才开始的疫诊号码牌 这里用到西班牙语的机会非常多 一发现 是个听得懂自己话语的医师 民众抓紧机会 问得不停 她需要带她的医疗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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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擅了好几个小时 诚诗还是河眼月色 你能够带她吗 对 对 在哪里 每天都在看 她的孩子也想看 我的医生 想看我的医生 她的孩子也想看 她的孩子也想看 出去以前我很願意去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們一些地方 都是一些外來移民 他沒有醫療保險的人 他們感同身受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了解到我當時是怎麼樣 他們現在一定就是這樣的 很不希望有生命 所以一整的話我就很願意去 就是因為真的這些人是需要的 那我們持續這樣做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過去歲月裡經歷的事情不會消失 而是滲透到身體裡頭 變成對人事物的敏銳感受 他靜靜坐著思考著 就算是汗流霞背口乾舌燥 還是非常享受這個付出的時刻 中醫,大概有一些行政的工作 當然我還要看病 然後醫療方面我要找醫生 要安排醫療的設備 醫生們,大家專心地看病 那我的任務就是要讓醫生們安排好 讓他們就是很順手地就可以做他們 專心做他們的事情 雖然我也在看病 但是我要更付出多一點 天未開,日未明 摸黑的清晨,醫診第一天 這是我的大女兒 你翻 平日工作非常忙碌的大女兒 特別請了一天拜了假,參加醫診 醫藥志工,人手短缺 擔任藥劑師的她 是慈濟的好幫手 開診的第一天早上 還有很多事要打點 當然做了這幾年下來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大概我要準備多少器材去 所以這些都是我要做的事情 設定好以後 我每天都要在那邊 因為一些新的醫生從來沒有做過醫診 他也不知道直接的 我要跟他們認識 然後要安排他們,看他們 那有一些醫生 他們可能是剛畢業 剛拿到執照 不知道有沒有經驗 我要注意安全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不一定看病 那我要注意前前後後看看 全部都可以 那有空我再看一下病人 那結束以後我要收 我要確定我所有的器材都可以 弄好回來沒有掉東西 就是前後中間我都要 所以那幾天我會很忙 第一間診療室 診療床使用後 陳醫師接著就進去收拾廢棄的醫療用品 做污染物的安全處理 外加分裂 再鋪上新的床紙 方便下一個診療使用 隨時點算補充針酒針 添加消毒酒精 四天一枕貼近觀察 那他一直默默在做 爸爸為了準備這個醫療 因為這是大醫療 他已經一個月都在忙了 忙著找醫生 忙著安排 每一天需要的東西 材料啊 人啊 還有要怎麼樣把它 organize 陳醫師的女兒在阿根廷長大 流利的西班牙語 能跟這一區 墨移追託的民眾做溝通 她特別被分配在 牙科的領藥區 當藥品短缺時 既能以英語和美國醫師商議 更換藥品 又能提供看診病患的資訊 我是一個藥劑師 我是在美國的一個公司工作 沒有自己開業 我今天來做醫診 是要發藥給牙科的病人 主要只是一些止痛藥 還有消炎藥 然後我是負責藥房的 參加醫診也是 在2007年就開始在參加醫診了 因為爸爸已經講了很久了 那時候已經比較有空一點了 所以就說OK好 我陪他去墨西哥參加醫診 一天的醫診 當天去當天回來 是滿累的 可是做得還滿好玩的 2007年 陳清宮帶著兩個女兒 到美墨邊境一診 這些農工疼痛 只能借助草藥 甚至是生平第一次看醫生 想著有些人一轉身 跟你就是一輩子 不會再相見的緣分 你能為他服務 為他付出的 或許就這麼一次的機會 錯過就是永遠了 我們去的有很多農工的地區 他們工作很辛苦 那如果他有病痛的話 他工作的效率降低 或是他不能工作 那我們去的可以幫助他 那真的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也常常在想說說 我們出去醫診 我們看了十個二十個病人 裡面有一個真正希望我們幫 或兩個我們幫助到他的時候 我是覺得這趟的醫診就很值得 因為真的就是我們曾經 都是走過這條路的人 所以可以知道對不對 陳醫師不只大女兒是藥劑師 小女兒也是 這就是他移民時的心願 妄自成氣 人在困難時 放棄是最容易的選擇 日後卻也是最後悔的選擇 幸好他在困境裡堅持了下來 現在的微笑 是當時灑落的汗水所潤滋的 何其有幸 到我45歲的時候我去學中醫 那我可以去幫助人 我以前做的可能是 對這個地球有傷害的 因為那是藥物的東西 是有傷害的造成很多污染 我現在我來學醫 我可以做這個對不對 那真的是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真的是 我很有福報 在過去是我一定是有 中了一點善根 讓我還可以在這次裡面 我可以能夠浪子回頭 也有給我這麼一個機會 所以我很珍惜 當人生出現意料之外 前途未卜的事實 都應該把它看成一份珍貴的禮物 一份冥冥中安排好的關卡 如果了解宇宙間一切事物 都是因緣 就能明白這個禮物的出現 勢必有著某種意義的存在 就看收到禮物的我們 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陳信公醫師 教會了我們順應這份意外之禮的 恭敬態度 我真的覺得挺有意思的 人生是很奇妙的 你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走過的時候,你不要空過 我從台灣來到阿根里 就等於已經到西班球來了 我跑過很多地方 我覺得人生這樣也是很值得 雖然財務是身外之物 但是我自己的人生 真的我是覺得滿有意思的 你的神人 你可是… 你謝謝你 穿你… 你不是… 你不是表面嗎 有表示將來 我要表面嗎 你不是… 你要示範一下 你也要做的 你不是你嗎 是嗎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